行 我各问一个问题吧 先问男生啊 你说第一次都会这样 对吧 对 他以后还要再拍这种东西 你会怎么办啊 试着去理解啊 我觉得 可以啊 可以 确定啊 确定 不再阴阳怪气了 不再阴阳怪气了 也不再生气了 对 因为他是第一次 干这种拍摄的活动 然后我也是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嘛 行 所以就是这样 男朋友这不是挺坦诚挺好吗 那你什么问题呢 但是从毕业到现在 就是整个一段时间 我觉得他就是 特别特别敏感 现在你们在哪个城市生活 在青岛 男孩家是哪的呀 青岛的 你要考哪个航空公司啊 未来 四川航空 这就面临着 有可能要异地是吧 考上了就是异地是吧 对 咋整了 其实就是在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跟我说完他的意想 我就非常的焦虑 但是我觉得 我应该可以去试着 理解他的工作 因为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自己的梦想和事业 但是我真的就是也不想分开 因为异地的话 假如说对方如果真生病了 或者是有什么急事 需要我的时候 我不可能就是说 立马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可能会有 其他的人对他稍微好一点 或者是对他怎么样的话 他就可能会有点 就是说心动啊 或者是这样的感觉 还是对 担心是吧 对 女生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呢 就是异地可能就是 也不一定吧 你不是当老师吗 为什么要在青岛当老师呢 我再问这个问题 突然想到了 那也可以去四川呀 对吧 因为考证 也是有50%的因素 可能会考不过 所以说 就是也会很担心 女生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一旦异地了 因为一个是我比较喜欢穿行 还有一个是 就为什么一定喜欢穿行 那么多航空公司 可能也因为我是四川人嘛 然后我的家人也都在四川 穿行我是一直印象都比较好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就算航空公司在青岛的话 一样也是 我是到处飞来飞去 一样还是经常见不到面的 男生等于现在 既面临着一个 转专业的一种焦虑 对吧 对 还面临着一个 有可能女朋友 要跟自己一地的 这么一个焦虑 对 其实之前 他跟我说完拍照的事之后 我就一下子变脸了 其实也有很多原因 就是不是说 就是他跟我说完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瞬间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就出样了 就是在一段时间 觉得自己压力非常大 一个就是转专业的问题 距离考试的时间也很近 所以就有一段一定的压力 第二个就是 基本上就是同学了 还有一些朋友 就是都上班或者是挣钱之类的 然后我现在还是在家学习 然后花着父母的钱 然后加上女朋友 现在也出去挣钱了 所以就是有一定的压力 觉得离他有一定的距离 这个已经影响到 你们的感情稳定了是吗 对 因为他压力挺大 但是我压力也一直都很大 我觉得他太敏感 太焦虑了 就是压得我有点喘不动气 他这个敏感和焦虑 是从谈恋爱一开始就有 还是就是这个阶段才有的 这个阶段是越来越严重 好 那你们今天想来问测是吧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调整 对 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吗 我到现在还没有调整过来心态 你现在是个什么心态 就是我们俩可能也因为时间比较长了 我之前也从来没有谈过 这么长时间的恋爱 就是谈了两年是吧 所以说可能 也有可能是因为也进入平静期 平淡期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 我们俩该怎么样 再还能像以前一样 而且又离分开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我就不知道我们俩之后该怎么往下 当然考航空公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 就是也有考不上或者考不过的可能 对吧 这个有打算过吗 我就觉得 就如果说航空公司去不了的话 我也会去杭州 因为我挺喜欢这个地方的 这就是可能是我的第二选择 因为毕竟不能这一条路往私里走 这四川我们理解 你说喜欢穿航 家里也是四川 杭州是因为什么事呢 就只是 就是单纯地喜欢这个城市 因为我性格就是 我不喜欢太稳定的那种工作 天天在一个地方 那么去杭州做什么呢 这姑娘有想法啊 我可能还会去干模特 因为杭州就是可能 这个拍摄这些资源会比较好 这不能是 吴咪 我可能是 我可能是